台中市昨天晚间10点多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这辆民间救护车他载着患者要回家 结果明迪通过路口时 另外有一名骑车的失信男子没有礼让 两部车辆发生严重碰撞 那警方到场发现这名失信男子的头部重创送医之后还是伤重不治 不过抽血发现他的酒测值达到0.54 监视器画面救护车绿灯左转明迪闪灯 接着要通过红灯路口 但执行的机车骑士没有减速直接通过 两车发生严重碰撞 骑车的失信骑士头部重创 警方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将他紧急送医 但仍然伤重不治 救护车当时有名警报器 并且开始警示等执行紧急任务 那双方驾驶经远警实施酒测 救护车驾驶黄南无酒精反应 警方抽血检验发现骑士的酒测值达到0.54 救护车驾驶酒测值则是0 附近的民众说这个路口车流量非常大 行车千万要小心 警方调查死者是22岁的失信男子 就读科技大学夜校 夜间酒后骑车和救护车发生意外而死亡 全案训后 救护车驾驶一过失自死罪嫌 移送台中地监署 记者徐凯迪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